1178集 贺先生 你要想让我跟你透露的话 你需要先答应我的要求 电话那头德里克有些得意地说道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欺骗你的 真的事关你的姓名 我信不过你 你要是不说的话 那我挂电话了 林语淡淡说道 懒得跟他废话 慢着贺先生 德里克急忙喊住了林语妥协说道 好吧 那我先跟你透露一些吧 据我们密国特寝处所知 你有姓名之佑 是一个过境上很有名 很厉害的任务 想要你的命 林语听到他这话 不由得咧嘴笑了 再次打了个哈仙懒洋洋地说 特里克先生 你有所不知 国际上想要我姓名的人拖了去了 不说别的 光是神木组织建道宗师盟引修会 就恨不得把他错骨扬灰呢 可是他林语不还好端端地坐这吗 这些人一入上京 恐怕不用他出手 光是军情处的人就够他们喝一壶的 再说 他现在坐拥不成 百人途春生秋满这几大高手 加上胡秦峰马上也要入金 林语甚至都可以渴望神木组织引修会 来点人找他的麻烦 也好让自己试试这帮兄弟的橙色 我知道贺先生在过去上有很多敌人 但是这个人他不一样 德里克十分认真地说道 他如果要你的姓名 那你一般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林语听到他这话 倒是没有急着驳斥他 微微地蹴了蹴眉头 听德里克话里自信的样子 不像是说假话 但是德里克明明 见识过自己的身手了呀 林语贵为军情处的引领 又是这次特殊组织交流会的冠军 是谁有这么强的能力 能让德里克说出这种话呢 德里克先生 你开这种玩笑毫无意义吧 林语知道 要是明着问德里克 他肯定不会说 所以拐了个弯机他道 现在放眼整个国际 能够十拿九稳要我的命的人 恐怕屈指可数吧 我不信 贺先生 不要拿话记我 你不答应我的条件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电话那头 德里克不由哈哈地笑起来 开玩笑 身为米国特勤处高级长官 他怎么可能会看不出林语这一点小伎俩 那你要我答应你什么条件 林语见套不出德里克的话 索性让了一步 很简单 我只需要你把郡请出中队长级别以上的长官的资料 全部发给我 德里克有些洋洋自得地说道 我相信 以赫先生的弄力 这不是问题 哼 德里克先生 说来说去 你还是让我做汉奸啊 对不起 我做不到 林语淡淡说道 赫先生 你会后悔 德里克刚想威胁他两句 突然电话 那头林语就已经挂断了 气着他狠狠地大骂几句 接着冒出了两句刚学的滑下语 不知耗胆 不知死活 话说林语挂断电话之后 望着窗外想想德里克的话 实在是毫无头绪 最后想着想着 都要睡着了 索性懒得去想 等他回家之后 外面的雪下得更大了 林语下了碗面 一边吃一边给母亲 丈母娘 老丈人那边打个电话 顺便问问他们什么时候来上京过年 岁月流转 不知不觉又是一年了 吃完东西 林语望了一眼 外面纷纷扬扬的大雪 感觉困意更重 缩到被窝里 舒舒服服地补起教来 而此时 楚家 楚西连正在自己的书房里练着字 外面天色已暗 大雪纷飞 这个时候 一阵敲门声传了过来 接 楚西连头也没台 沉声说道 门被推开后 阴战从外边走了进来 沉着脸冲楚西连说道 长官 张家的大爷张又安来了 不见 楚西连冷冷说道 就说我睡了 他弟弟都他妈被抓起来了 他还好意思来跟我提婚事 先前的时候 楚西连还曾经跟张又安 张又蔡兄弟两个人答应过 只要他们除掉林宇 就立马给张一婷和楚云威结婚 结果除着除着林宇没除掉 张又蔡反倒把自己 处进了军情处审讯室了 长官 他说这次来 是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关于何家荣呢 阴战急忙 冲楚西连低声说道 楚西连手里的笔微微一顿 略以迟疑淡淡说道 不见 我没兴趣听他被个毛小子虐 经过这么多事之后 楚西连都养成了惯性思维 觉得多半是张家又在被何家荣虐 跑过来找他们诉苦或者求助的 他妈的我们自己家被何家荣虐 我还没地儿哭诉呢 想想神王鼎 想想烈士募捐活动 他感觉胸闷气短 血都要喷出来了 张家大爷特地强调过 这次是好消息 阴战急忙补充道 似乎料到了楚西连不愿见他 所以张又安特地说明了好消息 好消息 楚西连抬头问了一句 是关于何家荣的好消息 阴战用力点点头 神情振奋说道 楚西连面色顿时已变 神情有一些动容 感慨说道 跟何家荣相关的事情 能用好消息来形容 真探娘的不容易啊 好消息 短短的三个字对他而言 多么陌生的名词 他自己都记不清楚 何家荣交战的过程中 吃了多少次别 要是他早知当初 就算是打死他 他也不会把这小阎王招到上京来 他这才将毛笔挂了起来 披上了外套 挺身朝书房外走去 张又安早就已经等在了楼下 背着手来回地躲着步 现在十分焦急 一抬头便看到了楚西连之后 神情一震 鸡声说道 楚兄 又安兄又怎么了 楚西连背着手 沉着脸说道 走下来直接走到了沙发上 开始沁茶 给张又安倒水 楚兄 你知不知道 今天交流会结束了 张又安急忙说道 知道 楚西连面色淡然 端起一杯茶吹了吹说道 怎么 军情处输得很惨吗 他知道这次交流会 华夏逃不得好去 所以他压根没有关注 在他的意识里 军情处这一次第一的位置绝对不保 甚至能不能进入前八都是问题 张又安文言面色一变 急忙说道 哎呀 楚兄 原来你还不知道啊 什么输得很惨 赢了 赢了冠军了 什么 楚西连面色猛然大变 满脸不可置信 急声问道 不是说这几年军情处 人才凋零 实力大减吗 这 这怎么还一鸣惊人了呢 他倒是没有其他的意思 只是唇吃惊 说着 他便将手里的茶 一口喝掉 何嘉荣 因为那个叫何嘉荣的小子回来了 而且是作为军情处的引领回来的 张又安 沉着脸急声说道 楚西连刚喝到嘴里的一大口茶 立马喷了出来 接着用力地咳嗽起来 他脸色通红 一旁的阴战急忙过来拍着他的后背 本集结束了 Bye